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见病症以及它的整治上的总的要求 产后整治上面要注意的 这个我们应该是了解的 再一个就是熟悉产后三大症 以及产后欧尼的病机和脂肪 要掌握的就是产后腹痛 下立的变成是产后腹痛 这个就是临床也是见的比较多的 所以这个它里面的它有出现哪些症状 它的病机是什么 怎么治 这个我们应该掌握的 这个对就是这些方式 应该说对 我们以后临床上是有用的 可以有用的 首先是产后三病 产后三病 那么这个就是原文上面 原文上面就是它提到了 新产妇人有三病 一者病静 二者病与茂 三者大变难 这个静与茂大变难 是我们就是说产后 妇人产后的这个常见的三种病症 常见的三种病症 那么他说这个 这是用一种问答的形式了 就是问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回答说呢 新产就是产后呢 常常容易虚虚 而且呢 有多汗处 喜中风 这个喜不是喜欢中风 也就是说汗处以后 我们臭力不是疏松的吗 他容易就是感受外邪 感受风邪 所以呢 要出现症病 王邪 就是产后一般虚虚了 那么再加上出汗 那么感受了寒邪 那么产生欲貌 产生欲貌 大变难 这也是由于王敬业 这个卫少 所以大变难 那么这一条呢 就是是一个 这条原文呢 是一个 就是产后 提到了产后三大症 提出了产后三大症 也就是产妇有三个病 最常见的三个病 那么他这里啊 就是心产 血虚 又多汗以后 那么就是容易感邪 容易感染风邪 容易感染风邪 那么这个呢 就可以使得经脉 血虚呢 也可以使经脉施养 那么我们这里说到 提到的是禁 和 就是前面的禁施 因为里面的这个禁病呢 虽然都是禁病 严重的时候 就是症状可以 跟禁病前面 禁病里面的症状相似 但是呢 就是原因啊 病因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里是一种血虚 是血虚了 那么由于失学过多了 血虚 血虚呢 我们胃气呢 也虚 胃气也虚 那么抗病能力呢 就减弱了 所以这时候呢 容易感受风邪 容易感受风邪 那么感受风邪以后 由于邪气的组织 经脉失养 感受风邪以后 化哨 风邪很容易化哨了 化哨伤筋 那么经脉就失养 经脉失养 另外一个我认为啊 就是说 像产后的这个禁病啊 一方面感受风邪 另外一方面啊 失虚过多以后啊 血虚了以后呢 经脉呢 也失养 也容易失养的啊 那么也可以产生禁病 那么这个感受风邪以后 就是单次血虚 因此禁病了 这个程度上应该说有差别啊 有差别的 那么这种经脉失养以后啊 那么他这里呢 没有提到治疗 没有提到治疗 这三个啊 禁病 淤冒 和这个大便男 他都没有提到一个治疗方法 没有治疗方法 那么我们后世啊 都这么认为 他基本上这个三种情况呢 都是由于啊 一种血虚伤筋 那么所以对于这个啊 嗯 禁病呢 我们可以要用四啊 四五汤加上玉珍散 或者呢 和我们奖励上面也提到了 用三甲腐脉汤 加减啊 三甲腐脉汤加减啊 那三甲腐脉汤里面啊 就是呃 呃 有鼻家啊 毛利啊啊 啊 龟斑啊 这些 那么一方面呢 就是呃 可以啊 就是呃 羊血啊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去风 他还加上其他一些啊 就是白树啊啊 这个地黄啊 麦冬啊 甘草啊 那么我们临床上也可以加上沟藤 啊 加上沟藤 啊 加上这个呃 天麻 啊 天麻这些啊 这是禁病啊 主要是经脉施养啊 经脉施养 羊毛 也是由于 亡血 也是产后失血啊 血虚了 那么 再出汗 汗呢 是汗出多了以后 就耗上精液 啊 耗上精液 那么 再是寒邪的清洗啊 寒邪的清洗以后 那么 可以出现啊 这个啊 羊毛 羊毛就是一种头目昏玄的这种啊 头目 轻 那么在临床上就是有轻有重的 轻的呢 就是只有一般啊 像是头目昏玄啊 头目昏玄 那么 严重的嘛 可以啊 在家啊 食物汤和小财物汤合起来啊 食物财物汤可以一起用 那么 这个主要是 它的基礼来说是一个血亏阴虚啊 凉气善烈 所以出现这个羊毛 那么这个羊毛啊 就是头目昏玄啊 更产后啊 血晕 这个临床上啊 也是啊 呃 可以多见的啊 这个血晕呢 啊 血晕 这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这个羊毛啊 我们这个产后的羊毛 跟血云啊 不一样的啊 这个羊毛是逐渐的发生的啊 而血云是一下突然起来的 那么这个血云啊 还有有时 有时 有时的吗 有时的吗 有时的呢 就是大失去以后 连准的可以啊 就是 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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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种血云状态 啊 亲的呢 就呃 时的 时的呢 就是一种孤独不下 残铺他们有恶路的啊 就是有一种 呃 可以去排出来的啊 可以去排出来的啊 那么如果 柳哥就是 一身太一模他 没有恶路 啊 这个恶路在里面啊 就是 呃 呃 画一个啊 这个啊 或者是呃 呃 就是呃 呃 产生一种变化 可能就 才有产生区域啊 用身被袭击了 所以才能够得一下 那么这种呃 如果是真的呃 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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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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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跟我们运败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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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个虚晕一般都是马上就出现啊 发病比较困难 而我们运败都是啊 马上就出现的 那么这个是要区别开来的啊 区别开来的 那么对于这种彩虹的虚晕啊 那時候有民間的 他會說以前我們現在都是 以前是那種村中心的村馬 那些村國 稍微放在櫥裡面 他有一股氣氛出來 就是刺激 把病人刺激性 這種的臨場一般是輕症 可以用 你大出去休克 你這種情況是沒用了 那你就已經定情了 所以要馬上去救 馬上去救 這個就是要看情況而定 看情況而定 那麼這次又忘了 大電燃 這個也是呢 由於大腸的經驗不做 這個是有失去啊 或者生產的時候 要用力啊 污汗啊這些 那麼這個汗多以後 不損傷的經驗 那是呢 這個胃也不瘦了 胃也不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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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腸道的 都不瘦了 那麼大便難 就大便壁起來 那麼這種 那麼這種 跟一般的我們 就是便秘啊 我們便秘啊 我們便秘 是一種腸道 鋪燥 所以我們不能用 這種情況下 不能用塵器 就唯一 好 用塵器 用塵器以後呢 它更新狀態的經驗 所以這裡呢 真的是用一種 潤燥 啊 養屑 潤腸通便的方法 啊 這能用養屑 潤腸通便的方法 好 那麼這個呢 可以啊 就是用四人 它就是 用這種潤的 比如說是 啊 潤人啊 麻人啊 玉璃人啊 性人啊 這些潤腸 那麼血腥 啊 比較明顯的 你也可以似乎 也就是似乎它 再加上一些潤腸的 有 好 那麼所以這個呢 是能用潤的方法 潤的方法 這個是採 後 這三個呢 是 比較常見的 啊 就是 都是由於 潤腹失去 零起的 啊 失去零起的 啊 使得精脈吃氧 或者在 盈虛以後的 陽氣上 啊 泥或者是 啊 腸道呢 精液不投物 那麼才是 這種情況 這是 啊 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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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的 就是 潤腹 比較常見的 這個 幾個 病症 那麼 這幾個病症呢 也都和 產後 失去 傷精 啊 有關 那麼 治療上 我們要注意 就是要 互補經驗 啊 要養虛 互補經驗 啊 互補經驗 那麼這個 對於 禁病 我們這個 呃 產後的禁病 和禁師医 啊 啊 這個 的禁病呢 有不同的地方 這個 我們獎益上面 有一個表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這個呢 就是可以識別了 啊 那個識別 這個是 啊 三大政 首先啊 提出了一個 啊 三大政 啊 他的病因主要是有失去啊 形成原因 主要是失去傷精 這是 第一條原文 啊 第二條呢 就認出了啊 啊 這個 Rumau的病基和政治啊 Rumau的 第二條原文呢 就是 提到了Rumau的病基 對 政治 他是一條原文啊 啊 是比較 比較長的啊 就是知道 Rumau 產婦 Rumau 齊麥 威弱 歐不能食 啊 有Rumau 同時呢 有不能啊 有食 那大便監 這個是產婦 產婦 也可能就是 近Rumau 大便呢 這個肯定 有肩病呢 他也有肩膩 大便監 有肩膩膩 也不肩膩膩 大便監 但頭悍錯 所以在虛虛而見 啊 主要是原音的是虛虛 才不夠的虛 啊 絕而並茂 爆下 與解 便大悍錯 好 這個我們後面要講 這個大悍啊 大悍不是要更傷心啊 那麼我們後面再提啊 以血虛下去 故羊上出 故頭喊出 所以產婦呢 寫喊出者 王陰血虛 陽氣獨勝 陰虛它不能悍陽 啊不能悍陽 那麼所以陽氣呢 好 實際上因為虛並不是他陽勝 這個陰陽應該是平衡了 這裡少了 看起來就那裡多了 所以這個是陰啊 陰血虛了以後 他看起來好像陽氣多勝 所以要出汗 那麼陰陽乃浮 呃 微微叫出汗 那麼陰陽呢 逐漸恢恢復平衡了啊 這個陰陽乃浮 如果是大便有淤冒 有大便接 歐不能食的話 可以用小柴糊湯啊 他這裡提到了 用小柴糊湯 來治療這種淤冒啊 這種淤冒 那麼他的病肌啊 這條應該說啊 他的病肌呢 是血虛感受了寒邪 以及陰虛啊 虛陽勝而喪倦 所以產生了淤冒 那麼血虛啊 腸道枯生呢 也會產生的大便難 麥微弱 他這裡也提到了麥了啊 前面我們這條條文 提了三大病症呢 沒有提到了 那麼因為是血虛了啊 陰虛了 所以陰血虛了 那麼他這個脈象呢 也有變化了 脈象呢 是一種微弱啊 微弱的脈 那麼是表示了 是正起虛啊 生起虛弱啊 生起虛弱啊 不能食呢 主要是啊 胃不合啊 那麼主要也是感受 又感受了寒邪了啊 又感受出汗啊啊 虛了 他說容易感受外邪 那麼這個外邪不解 胃也不合啊 胃不合啊 不能食啊 影響到飲食了 大便呢 肩這個就是腸胃啊 啊 枯燥啊 腸胃枯燥了 那麼這裡後面呢 他還提到了陰陽奶佛說明啊 病呢 就是要逐漸相遇了 他還提到一個大汗出 他有提到前面是頭汗出 到後面提到大汗出 那麼這個大汗呢 不是我們發汗以後大汗淋漓 那就說明了病人呢 要全身呢 精精有汗 就是有出汗 但是不是一種汗 這個汗呢 不是蛋頭 不是就是頭上 整個身體啊 都是要有汗 真身體都有一點 精精汗出的這種 那麼這個就表示陰陽呢 奶佛陰陽呢 逐漸趨於平衡了 趨於平衡 那麼這個呢 如果啊 是出現這種情況了 全身精精有汗 這說明了病呢 逐漸是相遇 向好的方面發展了 病呢要解了 但是病人如果還是啊 有歐不能食 有大便肩的這種情況 那麼我們還是要用藥物 來治療 啊 藥物來治療 那麼就提到了 提出了 用浮症打血啊 合力趨肌的這個方法啊 合力趨肌的方法 啊 那麼這個呢 就是他提出 用小柴胡湯啊 小柴胡湯 那麼 這個小柴胡湯 在臨床上 就是一般啊 產婦 比方說有頭暈啊啊 有輕微啊 比較輕的 頭暈 頭懸 啊 那麼感受風邪 稍微有點汗 有點怕冷啊 症狀比較輕的 那麼就可以用小柴胡湯來呢 合力趨肌 啊 小柴胡湯 加減 應該說在臨床上呢 用的呢 還是比較多的 啊 用的比較多 那麼對這種啊 就是 月貌 啊 要減 但是啊 就是漸漸的 陰陽呢 漸漸區域平衡 那 虛虛啊 啊 就這樣啊 回啊 要恢復的時候 那麼這時候如果還有一些其他症狀 雖然是項育 但是還沒有痊癒 還有歐不能食啊 啊 大便肩啊 這種症狀的話 那麼我們還是用一些 浮症 打斜 合力趨肌的小柴胡湯呢 來進行治療啊 啊 這樣啊 可以就是受到比較好的效果 或者你覺得病人血虛 比較明顯 那你可以小柴胡湯 再適當加上 加上一些養靴啊 這藥物啊 或者和四五湯呢 一起來用啊 可能就效果更好 那麼小柴胡湯來說啊 對於一種陳腐啊 產後啊 發熱啊 應該說還是一張比較常用的方 還是一張比較常用的方 這是 約貌啊 在一個他提到了一個具體的一個小柴胡湯來治療的一個方法 這是 政治裡面的啊 一條 在下面 下面 下面 是 約貌 有揚民實證的政治了 他這個原文就比較短了啊 他就是前面的這個啊 有出現約貌 有感受外協 這種情況下面啊 我們可以用小柴胡湯 那麼吃了以後 可能病呢 逐漸啊 就是好轉了啊 病解了 能夠飲食了 開始是歐不能食嘛 我們前面一條條文啊 所以他相近的條文啊 放在一起討論了 就是這個藥吃了以後 小柴胡湯病呢 逐漸解了啊 也就是說外協去掉了 能夠飲食了 但是過了七八天以後呢 他又發熱了 啊 又發熱了 那麼 他指出了 這是 餵食 啊 這個是餵食 那麼用大成汽湯 啊 用大成汽湯 那麼這個 他從這個條文來看呢 病嘛 本來應該解了啊 飲食也好轉了 怎麼又 那麼一般產婦呢 就是 營養調養啊 這些啊 都是比較 呃 比較豐富的了 所以有的時候 不啊 不恰當的時候啊 調補的不恰當 以為反而啊 成為一種病患啊 病患 所以啊 這個啊 他過了七八天以後呢 那個啊 又發熱了 這個發熱呢 主要是 病呢 雖然解了 外協呢 他逐漸去掉了 但是還沒有去盡的時候 那麼飲食不恰當的話 那就 往往可以使得這種余血 和這種食啊 食字呢 不想呢 不結合在這個陽明了 啊 不結在陽明了 那麼這個 我們啊 從他用大層氣湯來治療 我們就是 他症狀提的啊 很簡單 就是發熱 是不是啊 就是一個發熱 七八日以後發熱 那麼實際上就是一個症狀 就是發熱了 就在發熱 那麼這個發熱啊 啊 但是我們根據病人發熱 我們就用大層氣湯 不可能的啊 那麼我們從他用的這個大層氣湯來看 他裡面啊 就是 呃 可能就是一個 肯定大便不通 大便通了以後 他有邪有一個去路了 那不會產生 那麼大便不通 呃 斜接在 腹部 那麼可以有肤滿痛 啊 可以有肤滿痛 那麼所以 脈啊 舌胎呢 可以呢 皇后 脈象呢 出現一種誠實 啊 是一種誠 是脈 誠實的這種 啊 所以呢 要用治療呢 用大層氣湯 啊 用大層氣湯 但是臨床來說啊 我們畢竟 產婦啊 馬上就給他用大層氣湯 臨床用的比較少的啊 用的比較少 那麼可以啊 用一些啊 他是用 這裡呢 就是著邪去食了 那麼我們可以就是 呃 臨床上呢 用或者用小層氣湯啊 或者用厚泡三五湯 那我們前面啊 就是複滿寒散裡面啊 都有 這比較穩 碗和的啊 就是 呃 或者用我們厚四的啊 一些 呃 只是倒置完啊 這些啊 又消失 又痛大便的啊 用這些 這些藥 那麼這個 如果 如果 裡面的石鞋去掉 那麼 它這個 熱 發熱呢 也會啊 退掉了啊 發熱 它這個發熱主要是 魚鞋跟裡面的十字 結合起來 而產生的 所以呢 形成了一個陽明腐蝕了 所以有這個發熱了 那麼如果鞋去掉了以後 這個發熱也會退了啊 也會退 那麼這個是 就是 治療啊 就是經過月貌啊 歐不能食 經過小柴胡糖治療以後 病情有好轉以後 就是沒有啊 就是護理啊 或者調養這方面不注意 使得魚鞋和十字呢 再結合呢 又可以產生啊 發熱啊 這種便秘啊 那麼這個便大便便秘呢 跟以前的那個腸道鋪灑呢 又有不同了 這個因為有十字在裡面啊 那麼我們應該用著鞋去食的啊 方法啊 雖然可以用大乘氣炭 但是臨床啊 還要根據產婦的身體啊 來用啊 才不生體來用 這是陽明啊 就是食症啊 陽明食症 陽明食症 月貌啊 以後了陽 產生陽明食症以後 那麼這個用啊 出現發熱了 那麼用這個去鞋的方法 鞋去了以後呢 去激勵了以後 那麼熱度呢 熱呢也會退掉啊 熱呢也會退掉了 這個字啊 前面就是月貌啊 呃 治療以後的一個過程啊 就是可以出 有的時候啊 就是可以出現一些變化啊 一些變化 那麼前面是都提到月貌 提到三大病症 下面呢 就提到的是產後腹痛了 產後腹痛 這個產後腹痛呢 在臨床上呢 是很多件 啊 產後腹痛 那麼 是都比較多件的啊 這個的治療啊 我們應該 產後腹痛的幾個治療 我覺得我們應該掌握著 掌握著 掌握著 那麼產後腹中嗅痛啊 啊 啊 這個 當歸生薑羊肉湯 用當歸生薑羊肉湯 那麼這個當歸生薑羊肉湯呢 還也可以治 就是腹中韓山 我們複曼 呃 這個韓山篇裡面啊 呃 這個韓山已經 也須須有韓的 用這個 我們這個 呃 當歸生薑羊肉湯的 啊 他 這個韓山也有 就是 里韓比較盛的 用大烏頭煎了 又 內外都有韓的 用烏頭桂枝湯了啊 這個 我們前面 韓山篇裡面提到 他也有一個 這個就是用韓山 我們就 這個就是什麼了 疫病同治了啊 我們產後腹痛也 那個 用這個啊 那麼這個主要產後呢 啊 多數呢 有虚虚 再加上里韓 啊 這是他 虚虚 產後虚虚 里韓呢 是他的啊 一個 嗯 病肌了 症障呢 他說是 這裡習到的時候 就也很簡單 只提到一個 腹中嗅痛 這個字啊 就是 也有的認為是腳痛 那麼 一般我們這種虚性的痛 啊 都是隱隱痛 綿綿著痛 啊 不是疼痛 除非是 啊 就是寒食 啊 那麼 那種痛呢 就是很嚴重了 這個是 一般啊 就是這裡字的嗅痛 那是隱隱痛 啊 隱隱痛 同時呢 他是喜溫安啊 啊 因為是寒 所以喜溫的 是虚 所以虚的呢 喜歡暗啊 啊 暗 那麼他病人呢 也可以啊 行寒怕冷啊 啊 舌頭伸出來呢 舌症的比較淡 可胎呢 可以啊 就是說是一般啊 薄胎 或者是白胎啊 都可以 慢了成虚 來呈細 或者是一種虚腕啊 虚腕的邁向 那麼這種 主要是由於既是血虚 又是啊 里寒 有寒邪了 里面有寒了 是說一種虚寒的 所以我們治療呢 要補虚 癢穴 善寒止痛 啊 善寒止痛 那麼用當歸生薑羊肉湯 啊 當歸生薑羊肉湯 那麼這裡啊 羊肉我們認為啊 是一種啊 血肉 有禽子品啊 我們常常啊 就是補虚的話 啊 用了血肉有禽子品的 效果呢 就比較好一點啊 效果比較好 那麼這裡 藥味很簡單啊 啊 這個應該說 除了當歸啊 生薑羊肉 我們啊 就是平時也是一種飲食了啊 飲食了 那麼當歸呢 是養血啊 啊 有養血痛啊 啊 那麼生薑呢 溫中散寒 啊 溫中散寒 那麼 呃 羊肉呢 呃 補虚溫中 那麼羊肉啊 它是 呃 是一種溫性的 應該說肉類裡面 它是属於一種溫性的 那麼一般你看羊肉 我們都是在冬天吃比較多啊 夏天吃羊肉的就比較少啊 所以這個 嗯 用當歸生薑 羊肉湯來這個補虚啊 啊 養血 善含止痛啊 善含止痛啊 善含止痛 那麼這個方子啊 呃 不單單是我們啊 就是說 產後虛虛裡含啊 啊 這個 這個佛痛 可以用 我剛剛說 含善 善氣啊 含善這個善 實際上是個痛啊 跟我們一般的善氣 小腸氣不一樣的啊 那麼也是一種佛痛了 由於含引起的佛 佛內供啊 從疹痛 那麼這種虛寒些的佛痛 一般都應該有喜溫暗的 喜歡啊 溫 喜歡 溫的啊 就熱水帶霧啊 或者像啊 喜歡到熱的地方去 這個 有這種特點的 那麼這個 除了這些以外 你比方說属於虛虛 有含的痛經 啊 現在女孩知道痛經也是蠻多的啊 痛經也是蠻多的啊 那麼這個也可以用啊 也可以用的 那麼東啊 我們一般像前一段時間有一個病啊 我有一個病就是痛經痛得很厲害 而且啊他覺得啊就是平時就人很怕冷啊 像特別是下半部啊小腹也感覺平時都感覺冷 那麼我們就 我就呢 給他用了一些 他當然痛了以後要嘔吐啊 這些症狀出現 同時呢就是月經來的時候 會大便出現啊 一種歇歇的症狀 那麼這個啊 我覺得它是一種虛寒的症狀 所以給他用了一些啊 就是應該說溫金湯之類的啊 然後我就建議他 你經常的就是 可以像這種冬天吃些羊肉 後來經過治療以後啊 再加上這種飲食的 呃 治療啊 經常吃點羊肉啊 那麼這個他啊 這個寒冷 特別是明顯的 就是小腹部的這個寒冷呢 都去掉了 都去掉了 慢慢的就是經過一些條子呢 痛經呢 也就好轉了 所以這個當歸生薑羊肉湯啊 來說啊 或者對於這虛寒的婦女啊 可以就是建議他冬天呢 多吃一些羊肉啊 吃羊肉 那麼在方裡面啊 我們比方說 呃 給有些病人用的話 也可以在裡面加上一些穿衝啊 可以禮器啊 好 那麼 他含比較腎 含啊 禮含比較腎的嘛 也可以加上一些艾液啊 是溫的了啊 艾液 那麼這樣呢 就是溫中止痛的啊 力量比較強啊 力量比較強的 這個呃 當歸生薑羊肉湯應該說啊 臨床上呢 也是比較常用的 而且應該說食效果也是比較好啊 比較好 這是 產後的一種腹痛啊 是血虛裏寒 下面呢 是 虛約氣質的腹痛 虛約氣質 那麼他主要症状是什麼呢 主要產後腹痛 也是腹痛啊 煩滿 不得我 心煩 腹部門有滿 啊 這個 而且呢 不能夠啊 就是睡卧也不安了 睡卧不安 那他呢 用指食蛇藥散 指食蛇藥散 這個 這個是一種氣 血淤 這個不是淤 啊 是一種淤啊 而不是 血呢是淤 而不是淤 啊 就是還沒有到淤的程度 啊 還沒有到淤程度 這是一個血淤 血淤啊 淤呢也是不流通了 不通就痛了 所以不 不流通了 那麼氣肌必住不通了 血淤啊 不流通 不暢快了 那麼就 也要影響氣肌的 啊 所以這個呢就出現 不痛 同時呢 他有煩滿 啊 煩滿不得悟 像前面 我們用當歸生薑 涼肉湯的 他就是不 綿綿啊 啊 隱隱叫痛 啊 吃痛 綿綿的吃痛 那麼他不會有啊 煩啊 滿啊 這種症狀啊 腹部脏滿啊 這種症狀 而這裡呢 有滿 有煩 那麼這個呢 主要是 七月呢 久了以後 他會化熱 熱擾 越熱呢 擾心 啊 越熱擾心了以後呢 就出現這種 啊 心煩啊 不得悟啊 啊 這個應該說啊 剛剛那個不痛 是虚症 這裡呢 是屬於個實症 啊 但是他這個不痛呢 也有一種滿一種脏 所以他這個不痛是一種脏痛 啊 是一種脏痛 而且是應該說脏重與痛 啊脏重與痛 那麼這個治療 好 他就有指食 蛇腰散啊 啊 指食蛇腰散 那麼這個是破氣善戒啊 破氣善戒 活血止痛啊 也就是說用破氣善戒 活血止痛的方法 來治療這種 是由於啊 是由於啊 血躍氣質的 這種腹部脏痛啊 啊 在心煩不得悟啊 啊 那麼像這種病人啊 我剛剛前面說的 他這個當歸生姜羊肉湯 他是喜問按的 這個呢 有的病人也可以喜歡按揉 為什麼呢 按揉以後啊 啊 就是好像 運動氣機了 那麼他氣呢 可以暫時的一種通脏 也許可能會啊 症狀減輕啊 但是根本問題沒有解決了啊 啊 所以呃 就是暫時的減輕 那麼和一般的蛇症的痛又不一樣 蛇症的他肯定是聚暗的啊 啊 他裡面有淤血的話 他是聚暗啊 好 那麼他這個用藥啊 啊 當中僅在這 我們前面又冒啊 到這裡啊 到這個血虚不痛 到這個啊 血躍氣致痛 他都用藥比較簡單啊 啊 他只用了止食和勺藥 啊 止食和勺藥兩味 那麼止食呢 他 我們要注意啊 就是他用藥地方 他都有他特別的 我剛剛不是提到過 他炮制上面也很有講究 他這個止食啊 要不是我們一般臨床上 我們呃去醫院的話 看看到過炒止食 炒止科啊這些 他都是就是炒一下就好 他這裡要炒黑啊 就是要炒的更加啊厲害一點 要使他啊變黑色啊 炒令黑 但是也不要變成完全變成炭 再在黑了以後變焦炭了 所以呃要炒炒的比一般的炒止科呢 要就是多炒一點 那麼這樣呢 能夠行血中之氣啊 他能夠行血中之氣 止食主要是行氣了啊 主要行氣 那麼用了他這炒合以後呢 就目的呢 就是進入血分 引血中之氣 所有呢 能夠活血解育啊 所有能夠活血解育 所以共同呢 而起到了這個破氣善劍啊 所以他還是呃 呃 止食啊 就是呃 就是 應該說他止食用了的 破氣的力量比較強一點啊 破氣的 雖然是兩個藥是等份的啊 等份 我們這個用方藥的時候 有的啊 他呃 制定這個方藥 它是有一定的啊 就是有一定意義的 像這裡止食和少藥是等份的 像我們如果臨床上 用用那個六味帝王丸 最好是按照他那個比例啊 啊 放紙上面用 第八懷于是丹林子卸三了 應該按照他那個比例 可能效果就呃 制定的時候 他有一定的道理的啊 這 我覺得用臨床用的方 呃 用特別是這種經典的方啊 最好是按照他的劑量啊 比例 這樣效果更好 效果更好 那麼我們像用這個方 我們指食比方是用呃 十克 那麼少藥也用十克啊 這樣 那麼就是可以就是 效果呢更好啊 效果 那麼我們在臨床上啊 這個用呢 用在一種產後服痛 那麼雜病 一般的服痛啊 就不一定是婦人 就是一般的啊 就是一種啊 氣血越智的一種服痛啊 我們也可以啊 砸病裡的這個服痛呢 也可以 那麼 或者是啊 呃 長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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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就是保守治療的啊 那麼我們用大黃牡丹湯的時候啊 那麼它不是有服痛嗎 我們也可以和我們這個紫石 手藥傘呢 合起來用啊 合起來用 那麼紫石的這個破氣力量呢 是比較強的啊 那麼 就 一個呢 就是 呃 因為是產後了 所以我們不能夠破氣太過 那麼 使他炒 要讓他炒黑 一方面炒黑呢 就是 也是 使他破氣力量呢 減弱一點 但是另外一個呢 就是他可以入血糞 啊 行血中之氣 行血中之氣 那麼他們現在 我們後人呢 也有常常有這個紫殼啊 用膚啊 就是膚皮來炒的 就是那個碾麥子啊 這種 糠啊 用這個炒 啊 這個炒 燒藥 那麼在這裡 他就寫了燒藥 我們現在有赤燒和白燒 那麼這裡我們應該用什麼燒藥 用白燒還是用赤燒 應該用廁所啊 應該用廁所啊 應該臨床上來說應該用廁所 比較合適 對嗎 啊 應該用廁所比較合適 那麼他這裡還提到了 就是說 有 用這個有 以後啊 對 用大麥 用麥煮 煮 下 就是這個呢 顧乎胃氣啊 主要是顧乎胃氣了 顧乎胃氣 顧乎胃氣 那麼臨床上我們 對於這個方子可以用在腹痛啊 就是產後的一種啊 血液氣質的腹痛啊 可以用 雜病的腹痛呢 也可以用啊 雜病的腹痛也可以用 那麼他也臨床上這個藥味比較少 現在我們開處方啊 用兩味藥的啊 是比較少的啊 但是 呃 甚至於用 比方說我們有的呃 呃 健脾胃 我們就用呃 呃 這個 呃 四菌之糖 森林白座 啊 森林白座 甘草 用這四味藥一個方子出去 也比較少的啊 很多都是加上去啊 加減加減 加上去的比本方還要多了 有的是這個方子比本方還要多 那麼實際上有點失去原來的意義啊 那麼這個方子呢 兩味藥 我們有時候呢 確實顯他可能力量還不夠一點 那麼對於血虛的啊 血虛但是他也可以血淤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是當 加上一些當歸 那麼再加上一些穿穹啊 像穿穹 那麼氣虛的呢 啊 氣虛有時候氣也會治啊 啊 那麼這個呢 我們可以實際上加上一些太子神啊 啊 啊 這些 那麼氣字啊 就是我們李氣賢 他這個指食呢 力量不足呢 也實際上可以加上一些相負 啊 相負呢 共同起到行虛重氣啊 啊 氣質了啊 是當加上這些 那麼這個可能就是啊 增加一些效果 那麼我覺得呢 不啊 不是你這原方上 不是你啊 加上很多很多 那麼就失去 你什麼某波方啊 啊 加減 那加上去的話 比這個方 原來的方 呃 呃 藥味還多 那就失去原來的這個意義了啊 那麼像這個指食所要展啊 我們適當加上一些補虛的補血虛啊 或者是補虛的啊 或者是溫陽的這些啊 藥物 適當加上兩三味 我覺得是也是可以的 那麼這個是嗯 產後的第二種浮痛啊 第二種 那麼下面我們 再一個啊 啊 這個就是 成為淤血的 產生的浮痛啊 下面啊 它又是一種問啊 問的形式了 就是說 浮痛啊 應該用彈活浮痛 一般呢 是血液氣質啊 或者呢是虛 呃 那麼是應該用啊 或者上規 甚至羊肉湯 或者紫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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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很這麼嗆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